周芷若为何没有结局 你看他最后沦为谁的玩物 张无忌也爱莫能助 众所周知 张无忌还在少年时期就在汗水偶遇了周芷若 这个时候张无忌就对温柔善良的周芷若心生好感 数年过去了 张无忌在昆仑仙境捡到了九阳真经 不仅将体内含毒驱除得干干净净 还将内力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张无忌刚走出昆仑山没多久 就再次邂逅了周芷若 此后 不管是张无忌化解六大门派 围剿光明顶的危机 还是勇闯金刚扶摩圈 他都和周芷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一天的末尾 张无忌在朱元璋的逼迫之下 厌倦了江湖的世事非非 他将教主之位传给了杨潇 将五目一书传给了徐达 然后准备跟着赵明远赴蒙古 就此归隐山林 可正当张无忌比赵明花眉之时 周芷若再一次飘然而至 从周芷若和张无忌之间 那极其暧昧的对话来看 二人可谓是五断丝连 甚至对彼此仍留有较深的感情 金庸还写道 周芷若离去之后 张无忌静望着周芷若 那曼妙的身姿不想连篇 可一天屠龙记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不出意外的话 张无忌第二日就会跟着赵明远赴蒙古 二人皆为夫妻生儿育女 过着木马放羊的逍遥生活 那周芷若呢 为何后世江湖里 再也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传说 提及这个后世江湖 周芷若的后续故事 可你只要看过侠客行 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原来侠客行的故事时间 发生在倚天屠龙记之后 好比书中的人物角色 就频频提及了武当派的开山鼻祖张三丰 却没有提及张无忌 赵敏 周芷若 后世群雄没有提及张无忌和赵敏 很好解释 只因二人激流勇退 就此退隐蒙古 那周芷若呢 他可是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 若没有发生风波变故 是要继续活跃于江湖之中 难道周芷若遭遇了不测不成 笔者认为这还是有可能的 至少金庸在倚天屠龙记里 刻意为一位反派留下一命 这位反派简直就是周芷若的克星 只要此人还活着 周芷若凶多吉少 倚天屠龙记涌现了诸多反派 成坤 宋青书 何太冲 仙渝通等角色 都是反派 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 这些反派大多死的死 残的残 好比成坤 他的双眼被谢逊戳瞎之后 还被囚禁于少林寺 然而一天时代还有一位反派 依旧逍遥法外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峨眉派的弟子丁敏君 丁敏君是纪晓福 周芷若的师姐 为人间算刻薄 爱耍阴谋诡计 早在一天初七 丁敏君就处处刁难纪晓福 纪晓福后来失身于阳霄 被灭绝师太击毙 丁敏君不但没有难过 反而幸灾乐祸 随着灭绝师太不断抬举周芷若 丁敏君则将周芷若视为了眼中钉 肉中刺 他仗着自己师姐的身份 处处为难周芷若 甚至怂恿其他峨眉弟子 要废除周芷若的掌门之位 周芷若后来得到了屠龙刀 合以天剑 练成了九阴真经里的九阴白骨爪 忌惮于周芷若的武功 丁敏君的所作所为 这才稍有消停一些 好比在周芷若的婚礼上 丁敏君就送来了贺礼 书中是这么写的 到的六月初时 峨眉众女侠携带礼物 来到豪州 周芷若自在豪州东南中 离城的一座大宅中等候 丁敏君托人带来贺礼 人却未到 这是金庸最后一次 在以天屠龙记提及丁敏君 可见丁敏君这位反派角色 没有死于非命 还处处留意江湖里发生的风吹草动 这才托人给周芷若带来了贺礼 此时的丁敏君身在何处 又在做些什么 笔者认为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丁敏君必然躲在暗处 蠢蠢欲动 他极有可能早就从宋经书那里 得了九阴真经的副本 不但练成了九阴白骨爪 还练成了经书里的其他奥妙武功 随着丁敏君神功大成 他会不会卷土重来 甚至暗中偷袭 答案是肯定的 丁敏君是一个极其忌仇之人 只要他一日不死 身在明初的周芷若就一日不安宁 这样一来就能解释 周芷若明明成了俄眉派的第四代掌门人 却没在后世江湖里留下一丁点的传说 只因周芷若被丁敏君所情 落得一个生不如死的悲惨结局 而远在蒙古的张无忌 跟着赵敏过着无忧无虑的草原生活 远在万里之外的他 就算听闻了周芷若 沦为丁敏君玩物的消息又如何 恐怕也是爱莫能助了